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桂林街的唐楼唐放 大概一百尺左右 租金很贵 四千多元 我实际申请公屋已六年多 现在刚申请了十八个月 那十八个月就加多十二个月才足三年 才可以申请针贴 那当时我可以申请针贴的时候 可能会怀疑二年四年都始销 那当时始销我是一分钱受费都没有 所以我让政府呢 继续恒常化的业金针贴 或者让我们想贸款 或是减低一点 我是二年二年疫情 那张姑娘就叫我去申请过 帮我申请过 2020月六月份才申请到 至于家都没有什么针贴 我那里的环境很差的 不是申请针贴 很多老师的 我在那里十年已经做过六十个老师的了 那老师在表面走过的 我捉了一只在表面上 我捉了一只在表面上 插着它 别人捉了它 没人见人 它会吓死的 在那时候很鬼剑 今天就没有办法 自己是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并且能够做这些女性老 我今年七十一层做清潔 这个的现金政策 其实是都挺精准的 我们觉得是 能够对准了真是那个目标去帮的 只不过我们觉得是那个金额 如果可以再多一点点 另一个就是不要只有三年 因为如果只有三年 其实真的是很短的时间 给一些居民 另一个就是 可不可以将那个涵阔的范围 可以扩阔一点 刚才说的就是单身 他们没有份 甚至可能未够三年 那些都要想 尤其是老人家 我们觉得是更加是 老人家真的不可以等三年 才有那个租金津帖 就是那个现金津帖 那么老人家 可不可以起码先 老人家是先降到一年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重要 因为很多老人家 你要去逛堂楼都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首先 非长者单身人士 是需要被包括在内的 刚才说的 既然轮口差上面 其实有那么大部分 差不多一半的申请人 都是非长者单身 而他们的轮口时间那么长 你彻底地把它 一些经济援组项目 其实是很环绘它的原意 它的项目就是想 让轮得公屋这么久的人 可以减轻他的生活上的负担 正正有一班排得最长的人 他在通缓时间最长的人 而在公屋上 轮合最长的人 是没有任何援助 我们觉得这个是极度不合理的 首先觉得一定要 尽快检讨 如何将非长者单身人士 都纳入这个项目里面